德国 澳洲 中国 苹果新手机iPhone X 今天在全球多个国家首播开卖 各地的苹果旗舰店都出现长长人龙 要抢先得手这款史上最贵的iPhone 由于时差的关系 澳洲的果粉能够抢先其他国家取得新手机 大约400人挤在悉尼的苹果旗舰店抢购 虽然价格史上最贵 但果粉认为这是值得的 在香港 苹果旗舰店也迎来大批支持者 领取他们早前已经预购了的iPhone X 还是蛮激动的 因为这部手机都用了两年 中间7和6S我都觉得蛮失望 没有什么大的update 但这次X我就很喜欢 在中国随着华为等国产品牌崛起 苹果的销售开始陷入颓势 但这次iPhone十周年纪念款 还是吸引了大批果粉支持 还挺激动的 然后我对Face ID也蛮期待的 我准备一会儿激活了 然后先给朋友发一个animoji 虽然新手机才开卖 但许多手机装饰业者 已经摩拳擦掌 部分业者更已经大量囤货 iPhone X的手机壳 荧幕保护贴一印俱全 寄望能大捞一笔 话虽如此 但有部分中国民众和科技专家 都不看好这款手机 可能造型上的话 还是不太接受 真是不太能接受 只能说是对于我的观念来说 有一点丑 有一点丑陋 阿格里 中国厂商的中国实力研发 比如说产品上 原来其实是超苹果的手机 其实我们看到很多时候 其实中国厂市场是超苹果 越来越像苹果 其实相反 现在我们有一句话 叫苹果越来越像中国厂商 中国厂市先做的全屏 中国厂商更注重拍照的效果 尽管部分人士不看好 但从今天多个国家 开卖的情况来看 苹果已经一扫颓势 除了股价立刻上扬4% 苹果公布的第四季营收预估 也比市场预期来得高 除了预计iPhone销量 会出现双位数增长 苹果公司更预计 在大中华市场的营收 将高达98亿美元 比去年多出8亿 NTV7综合报道 大中华市场内预期 下完美